在儿女家带娃的中老年朋友 要想处理好和儿女小家庭的关系 一定要学会放手 这个放手啊不是说放手不管 是你头脑和心态上那个放手 首先要做到的是 不干预儿女家的生活琐事 你比如他们年轻夫妻间的吵架和闹矛盾 都是正常的事 你就当没看见睁只眼闭只眼 不要去参与 也不要去指责哪一个人 因为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做老辈的 尽量不要参与他们夫妻之间感情上的事 你要相信他们自己会处理好的 如果你条件允许 最好选择不和儿女在一起住 哪怕你像到儿女家去上班似的 你也要晚上回到自己家来住 因为长期在儿女家住啊 就会打扰他们的小家庭生活 同时你自己也感到一身的不自在 这是第一 不干预儿女家的生活琐事 那么第二呢 就是不干预儿女对孙辈的教育 对于孙子孙儿的教育问题上 我们作为老人就不要插手干预 因为时代不同了 在教育的观念和理念上 我们已经赶不上了 很多时候我们对孙辈的疼爱 我们的儿女都不见得认可 所以即使帮助他们看孩子 也要按照儿女们的意愿去做 千万不要拿着自己的老观念 老经验去替儿女们做决定 对于小孙辈 我们就给予作为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应有的关爱就行了 这是第二点 不干预儿女们对孙辈的教育 第三 就是不要总想着再为儿女们去赚钱 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人观念始终想不开 他们平时省吃俭用 辛辛苦苦地攒钱 去帮助补贴儿女家的生活 他们心里想 只要是多给儿女一点 儿女们的生活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但是事实上 我们大可不必这样 如果你儿女足够优秀 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全家的 那么如果你的儿女不才 你就即使给他金山人山 也会很快被他们挥霍掉的 所以说你要真心地为儿女好 在经济上也要对他们放手 让他们自己感受人间的酸甜苦辣 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他们真正的成才 走向成功 如果我们一味地帮扶他 关爱他 甚至不放手 那么我们的儿女永远也不能长大成人 所以作为聪明的父母 我们在帮着儿女家庭看孩子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 学会进和退 不大包大揽 不全权地包扶他们 要让我们的儿女 锻炼独立持家的本领 这样才能让我们当父母的 真正的省心和放心 朋友们 你们大家同意我说这个看法吗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 发表一下见解 我们一起交流交流 点声 卡